我們都實進節目 團隊來個意志 我們的節目難道是 弱智 弱智 弱智嗎 節目也很意志啊 男的不要緊 對啊 而且動手 娘啦 憲哥又開槓金鐘獎 我們是弱智嗎 我們現場有人去過 阿曼王國的嗎 連一個都沒有 你說我們有多亢奮 終於玩很大九週年 特別企劃宣布前進 中東的阿曼王國入外景 但還是先關心 余波蕩漾的金鐘獎 佳人翔日前 開槓金鐘評審總召 李景白認為瓜哥的 最強綜藝秀 沒拿任何技術獎 卻拿下追的獎 綜藝節目獎有失公平 現在就會認同詹哥獎 然後他也說 我猜都沒有拿過獎 我猜 我猜來講 17年 然後那個節目是可以 算是比較經典級的 中其一層沒有拿過任何的 他是應該要拿到 我們這是什麼節目 綜藝環大 不是 第一次節目 我們都實進節目 團隊來個抑制 對啊 我們的節目 難道是 弱智 我們節目也很抑制啊 完了 不要清楚 完了 開始動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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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多了 假的 很明顯 假的 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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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出來討論嘛 我看到 飢餓遊戲拿人氣獎 我反而是很開心 我們輸了 我們都覺得很開心 至少 今年的人氣獎 到我們要公布之前 整個熱鬧度是非常有的 整個訪問過程中 憲哥很做自己 我們都自慰過了 自慰過了 對啦 我們自己安慰過了 慢慢做起來嘛 對 慢慢做起來 一步一步來 你握我的眼 來我一夜 浩漢的水 一夜浩漢水 揚人揚人蜜蜜蜜 欸 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法規 這已經很久沒有打稿了 你不會 你剛剛講 他都沒有寫進去 沒有 我填到那一片 你膝蓋需要復健嗎 還是會有一些後遺症 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 膝蓋 膝蓋 我以為你的膝蓋需要復健 沒有 沒有 膝蓋 越來越無厚笑 沒有 膝蓋又 後遺症 自然 自然的發生這件事情 一直在音樂 早可以這麼活在自己的世界